梅河造假 违避開罰 全民討債 罰款交來 全民討債 罰款交來 這一份是遠通自己內部流傳 我們拿到他流傳出來的E-mail文件 他完全在教導那些遠通要被安置的那些部門的人士說 我告訴你們 現在上面有個命令說 這些收費員都要去你們的門市 但是你們可以技巧性的去回避這個問題 這封E-mail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告訴他家 告訴那些人資主管 如果收費員來問你的話 你都不要正面回答 你只要跟他說你先把履歷拿來再說 你先把履歷拿來再說 這不就是半年前一模一樣的狀況嗎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案例 他是台南的收費員 他今天親自來現身說法 他的名字被看到遠通四大報的廣告上面 告訴他要去門市工作了 可是當他電話過去之後 遠通跟他說其實根本沒有這項職缺 聽你們在媒合的時候 那一頓工作沒有經過他的同意的話 這個符合你們的媒合作業標準 是這樣子喔 努力有根據他們田的工作的意願地區 我們都會把一個想在嘉義工作的人 安排一個台北的工作 可是就有一個收費員收到你們的通知是 他住在台北 但你讓他去高雄工作 這一定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會根據他 他有田的意願工作地區 然後他會根據他所取的媒合的歷程 也許他過去也曾經對高雄的工作 某一個工作也要視過興趣 我們在城市雙眼中 也會考慮這些地區 當然要考慮到 就是目前現有的這些持續的分數 我們考慮了這些地區 因為我們曾經有 就是這些人是始終沒有回憶的 對啊 或是沒有回憶或是沒有交流利 這些很多這些因素都不是遠通電收能夠控制的 對 那我們會 我們有參考他的田公眾醫院地區 還有過去他曾經有一些媒合的歷程 那必須要高雄的同意 你有強迫他的報道嗎 你可以 我們是 我必須要強調 就是在合約之外 基於善意關懷給他的一份工作 他可以不接受 不接受的話 你永遠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確定五個月 五個月 對